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内容能够让你更好地理解第一讲的内容 因为这节课我要先带着你们复习一下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练习 好 跟着我一起复习吧 上节课呢 我们学到了词的重叠的分类 以及名词的重叠 词的重叠一共有几类 词的重叠一共有四类 第一类一共有四类 不要忘记了 第一类呢是名词的重叠 第二类是动词的重叠 第三类是形容词的重叠 第四类就是量词的重叠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什么叫重叠 重叠啊就是把一个字再重复的写一遍 或者一个单词再重复的写一遍 这个就叫重叠 好 我们来进入第一个课题 名词的重叠 我们要再复习一下名词的重叠啊 名词的重叠 在进行这一讲之前呢 我们要理解一下什么叫名词 名词它的定义是什么 名词书上告诉我们说 名词表示人或事物名称的词 老师给出的例子是 本子 笔 桌子 椅子 学校 图书馆 这些词平时我们都非常的常见和常用 当然我相信你们也有其他的词也是名词 比如说老师 学生 同学 对不对 对了 这些也是名词 好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名词的重叠 它的第一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我们叫AA格式 什么叫AA呢 对了 那在一般的词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两个字 我们把那两个字里面有一个代表名词的 说明它是名词的 把那个词找出来 然后把那个字再重复的写一遍 这样就变成了名词的重叠的AA格式 举个例子 美人 在美人这个词里面 人 这个字 它是名词 所以我们要把人重复写一下 就变成了人 人 这样就是名词的重叠的第一种格式 AA格式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名词的重叠的第二种格式叫 AABB格式 AABB格式呢 怎么写 举个例子上下 上下呢 它有两个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把上重复写一下 下也重复写一下 就变成了AABB 所以我们就知道上下的AABB格式应该写成上上下下 好了 我相信通过这个概念的重复的解说 同学们应该更好地理解了名词的重叠的AA格式和AABB格式的书写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今天的练书 这是今天的课后练书 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的听讲 然后在做课后练习的时候 多多的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 课后练习只有一道题哦 一 先把例词改成重叠词 再选择正确的词填空 这题需要学生们做什么呢 一共有两步 第一步 我们要把老师给出的这些例词 先改写成重叠词的格式 这里啊 老师要锻炼学生们学会写重叠词 再写完重叠词以后 你们接下来要读懂 一二三四五五道练习题里面中文句子的意思 然后再选择正确的词来填空 好了 明白了吗 一共有两步 第一步 你们要写这个单词的重叠词的格式 第二步 要根据句子的意思 选择正确的词来填空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步应该怎样完成 第一步啊 我们看一下 每天 每天的重叠词的格式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要想一想 在每天这个词里面啊 天是作为名词的 所以老师说了 我们要先把名词找出来 然后把这个字重复的写一遍 所以每天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天天 意思不变 所以就写成了天天 接下来呢 每家 我们找到了家是作为名词的 所以每家的重叠词的格式就是家家 每人 人是作为名词的 我们知道了 那人作为名词 它的重叠词的格式就是AA 很容易 也知道 应该可以写成人 人 后面就是每月 里外 当然里外 它不是AA格式 它是AABB格式 对不对 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要理解句子含义了 第一题 我们都去学校学中文 如果这个句子没有重叠词 它表达的意思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学校学中文 这里强调的是每一个人 但如果加了重叠词以后 它强调的内容就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加了重叠词是天天 我们天天都去学校学中文 它所表达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要去学校学中文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不用天天 我们用人人 我们人人都去学校学中文 它所想表达的是 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学校学中文 所以一道题 有可能不是一个词 有可能可以填写一个或两个以上的词 作为正确答案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 红颜色的词怎么读呢 红颜色的词叫备单词 我们学习语言 每天都会去记单词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去备单词 备单词是什么意思 备单词泰文的意思是通撒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我们早上都要备单词 如果没有重叠词的出现 我们知道这个句子就是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备单词 但如果这里我们加上一个天天 更强调了每一天要备单词这一行为 如果我们不用天天呢 如果没有人人 也是强调了我们每一个人早上都要备单词 所以两个句子用不同的词 它所强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好了 今天到这里 我们的课后练习讲解完了 余下的三道题目 希望同学们能够仔细做 也希望同学们在有遇到不懂的问题时 可以及时的向我们中文老师来问询 我们非常的乐意帮你们解答 好同学们今天就到这了 同学们再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